烏克蘭二十二號發射飛彈 擊中俄羅斯在克里米亞半島 凡賽堡的黑海艦隊總部 宣稱造成俄羅斯高階海軍指揮官 在內的數死人死亡 那麼俄羅斯則是指控了西方 透過軍援直接參與了對俄戰爭 目擊者拍攝到二十二號 烏克蘭飛彈擊中克里米亞 賽凡堡的黑海艦隊總部瞬間 現場竄出濃濃的黑煙 隨即引發大火 透過衛星空拍圖的對照 可以看出目標地點確實受創 烏克蘭軍方二十三號發表聲明 指出這波攻擊造成數十名 俄軍佔領者死傷 包括黑海艦隊的高階指揮官 俄羅斯國防部則說 有一名軍人殉職 之後改成為失蹤 近幾個月 烏軍反攻密集鎖定 黑海港式賽凡堡 上禮拜宣稱摧毀了 覆蓋克里米亞半島的 S-400防空飛彈連 這幾波攻勢英國跟法國提供的風暴暗影巡弋飛彈 成為長城攻擊主力 美國總統拜登也同意提供烏克蘭三百公里射程的長城陸軍戰術飛彈系統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在聯大痛批西方直接參戰 雖然美方表示無意與同為核武國家的俄羅斯直接對抗 但拉夫羅夫指出 西方去年以來向烏克蘭提供了數十億美元的軍備 另外還有大量的情報支援跟軍事顧問 控訴西方列強事實上正在利用烏克蘭人的雙手和身體來對抗俄羅斯 是真正的謊言帝國 共識新聞是會中畢議